這個活動現場是在台北天母棒球場 來自基隆社會處規劃的夏季親子團 坐在衛泉龍內野看台上 大小朋友興奮地觀賞精彩的棒球賽 加油喝彩 而對於能夠來到棒球場現場看比賽 都相當開心 他們非常謝謝市長阿伯的邀請 滿足他們的夢想 而對於基隆市政府社會處 辦理這一個積極傳愛不露街 親子觀賞棒球賽的活動 市長林又昌覺得非常有教育的意義 疫情之前有來看過一次 不過今天坐在內野 其實跟小朋友大家一起 他們都喊到快要燒聲 然後很投入 所以在前面看其實氣氛比較好 而且跟球員互動非常接近 那小朋友都把手套準備好 看那個球員會不會把球 直接丟在他們的手套裡面 就是來球場看跟鏡市上看是不同的感覺 當然差異很多 那到球場其實就是 體會體驗球場的氣氛 還有跟球員啊 還有跟觀眾大家互動的那種感覺 對 看球反倒是其次 那個氣氛比較重要 那你剛剛有提到說 對小朋友來講 看球是一種學習跟啟發 是不是 是啊 那第一個啦 其實小朋友到球場裡面 第一個是 到了球場 球場有球場的禮儀 然後有球場的規矩 然後另外當然就是看 球員奮戰的這個精神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這個教育跟學習的場域 不單單只是娛樂而已 那如同 職棒的精神就像剛才市長提到的 勝不交敗不美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一件事情 是所有的球員都堅持到一分鐘 半球有一句中二的俗言 各位應該都聽過 真正的比賽從什麼時候開始 養充局 九局下半的時候對不對 真正的比賽是從 九局下半兩人出局才開始的 也就是告訴我們說 不到最後一刻都不要放棄 棒球活動原本就是一個 訓練團隊合作的一個運動 那同時它也是一個很好的教育 教育我們要堅持 堅持到第九局下半兩人出局 那不要輕言放棄 那這次的活動呢 事實上也圓了一些 我們小朋友的夢 我們有一些是 弱勢家庭的一些小朋友 那他們接觸到相關的活動的機會比較少 他們看到棒球也許是從螢幕裡面看 那市長林宥昌非常有心 那跟我們社會處特別交代 要有這樣的一個活動 一方面是教育 那二方面能夠讓他們親臨現場來體驗 那我們希望說這一場的一個活動 總共包括我們激昂家庭 還有我們家福的哨棒隊 還有我們社會處的同仁一起參加 大概總共是280人 而在出發前 基隆家福中心棒球隊成員 代表特別致贈感謝狀給林市長 感謝市長夫人吳秋英 捐贈了一批新的球具 給球員們使用 而球員們也表示他們會好好的練習 也會好好的珍惜 記者黃日生既用報導